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9月25日,星期日 这个视频呢,有这么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的内容呢,是关于疫情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台湾啊,老是抱着美国的大腿,抱着日本的大腿 尤其是自从日本说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之后呢 台湾更加觉得日本呢,跟他们是亲的不得了 甚至于呢,台湾有些人啊,就是说到日本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亲密的用日本大哥哥来称呼日本啊 今天呀,这个日本大哥哥呢,给台湾这个,我不知道是小弟弟还是小妹妹啊 给扇了一耳光哎,这个事呢,一会儿我们来说一下 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台湾在前两天的时候 他的情报投资陈明通 不是到泰国的时候呢,情报完全被曝光吗 那么今天又来了哦 台湾的另外的一个情报部门的投资呢 去美国的这个行踪啊,完全被曝光 那么这件事情呢,一会儿我会结合最近中国外长王毅在参加联合国大会线上线下的时候呢 所做的关于惩治台独的这个讲话呢 我来分析一下跟那个是有什么关系 那么第三方面呢,仍然是和王毅有关的 王毅在昨天的时候呢,在联大上面呢,进行了第一轮的发言 在这个发言上面呢,王毅提出来了六要六不要 那么这个六要六不要提出来之后呢 要的一方和不要的一方呢,全都对号入座啊 王毅俨然是成了联合国的,用时髦的词来说呢 就是一个顶流明星 他的发言完了以后呢,有好多的粉丝呢 就在外面等着和王毅呢,握手合影交谈 盛况是空前啊 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聊一聊详情 好,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第一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内容呢,就是关于疫情啊 那疫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大家都记得哈 先后呢,不同的国家啊,不同的企业啊 不同的公司啊,就在纷纷的推出来这个疫苗 那一时间呢,这个疫苗因为它是一个必需品啊 你想想看,那些资本家能够放过呀 这是挣钱的一个大机会,对不对 那么台湾方面也不例外呀 那么台湾的公司呢,就推出来了这个高端疫苗 还记得吗,就是蔡英文啊,陈时中啊 他们这一伙的,为了保这个高端 不惜呢,当时各种的撒谎 各种的隐瞒 不去采购大陆的疫苗还不说 就连美国的那个疫苗呢,也不采购 各种的撒谎,各种的隐瞒,各种的借口,各种的吓唬 说你们啊,谁也采购不到啊,什么之类 当民间有人想去采购的时候,他就吓唬,对吧 不言而喻呢,蔡英文他们就是想保这个高端呢 那高端推出来疫苗以后呢,一看呢 这个形势啊,蔡英文陈时中往下压呢,也很难 所以高端就推出来,就连这个疫苗啊 试验都没试验,直接就使用了 那么陈时中他们呢,当时为了说服台湾的民众 来使用这个高端疫苗 不仅呢,进行了很多的那种假科普 或者说其他的疫苗呢,也没有进行试验 或者说呢,其他的疫苗试验呢 那数据是假的等等等等啊 那么到最后呢,就让这高端疫苗 连试验都没有做,然后就上市了 给台湾的民众来打 那因为台湾他缺这个疫苗啊 所以呢,很多人就没有办法 如果抢不到那些进口的疫苗呢 只能是用高端疫苗 那么问题就来了呀 人们就开始担心 因为当时很多国家就推出来了 说你如果不打疫苗的话呢 我就不让你入境 那么当时美国呢,就推出来说呢 就几种疫苗他是认可的 那其他的疫苗呢,一概就不认可 陈时中当时还说了 陈时中说呢,这个世界上 又不光美国一个国家 那你要是去不了美国,你去其他的国家 其他的国家,他们会认这个高端疫苗的 那么还有一些民进党的议员呢 就现身说法 说你看啊,我已经都打了高端疫苗了 我两剂打的都是高端疫苗 后来又打加强剂的时候呢 说,哎呀,你看我这个三剂打的高端疫苗 四剂打的高端疫苗 好,但是呢,今天就有一个消息传来了 日本呢,就宣布不认这个高端疫苗 说如果你打的是高端疫苗的话呢 那你也可以入境 但是呢,你必须得提供PCR的检测结果 那PCR检测呢 在台湾,它是不保销的啊 在台湾你要做一次这个PCR检测的话呢 要花费3500新台币哦 3500新台币 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啊 有的人一个月都挣不了3500新台币的 所以呢,这样一来 今天呀,台湾就炸了锅了 台湾说呢,我们就被陈时中骗了呀 现在我们要去日本的话 自己要自费掏腰帮3500元啊 有人就提出来说的 高端是不是应该来补偿我们这个3500元啊 有的人说呢,这笔钱 如果是单单要求高端来补偿的话呢 还不够 陈时中也必须得赔偿 那些民进党的议员们 帮着高端做广告 做推广的那些人 也必须出来赔偿 那么我看到有的人就出来说了 说,哎呀,不用着急 不用着急 再党一阵 党一党呢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 就会取消对疫苗的要求了 等着取消了对疫苗的要求的时候呢 哎,你打高端疫苗或者打其他的疫苗 这就不是问题了呀 好,第一呢 就是现在不是还没有取消吗 对不对 第二是能够取消吗 美国总统拜登前两天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竟然能提出来一个说 美国的疫情已经结束了 立刻就引起来了美国国内的一片的反对的声音啊 有很多人就到美国白光的门前去躺着装死尸 说你不知道美国每一天都还要死好几百人吗 美国的疫情怎么就结束了呢 所以说台湾 我忘了那个是谁说的啊 就是说呢 忍一忍忍一忍 各个国家呢 很快就要取消对疫苗的要求了 能等来吗 其一 疫情呢 并没有结束 这是其一 其二呢 今天我看到报道啊 现在又出来了一个新的变种啊 这个新的变种呢 就叫BF7 说这个BF7呢 更厉害 说它的那个传播力啊 更强 倒是没有说其他的 比如说症状更重啊 住院率更高啊 死亡率更高啊 等等这些 但是呢 我看到世界卫生组织啊 他们说 他说现在呢 各个国家就放松了对疫情的控制的这件事情呢 让防疫就失去了掌握 就对这个实情 对疫情的掌握呢 就不全面了 因为各个国家呢 他就不检测了 或者不检测那么多了 现在呢 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的这个掌握呢 就非常的片面 现在等于说呢 就好像是在黑夜里面摸哼走路似的 你压根不清楚你周围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这也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今天呢 我就看到呢 环球时报啊 他报道 说是这个辉瑞的CEO 第二次感染了新冠病毒 第二次阳性 这个消息 其实我前两天在其他的媒体已经看到过了 就是这个辉瑞的CEO 全世界都争着打这个辉瑞 日本不认台湾的高端 当然他肯定是认这个辉瑞的 全世界都崇尚这个辉瑞哈 就是说现在呢 新的变异呢 又来了 根据我呀 对这个病毒 在这疫情期间不断的学到的一些知识哈 就是这个病毒 如果你不理它 就让它在人群当中就这么传播的话呢 非常有利于和促进它的变异 它就像什么似的 让我就想到哈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 说这个人工智能呢 就是它能够跟人似的能够进行进化 你让它多实践 然后呢 它就能进化 就跟人似的 我们多做事情 你就能学到 对吧 你就能吸取经验 吸取教训 你就能够提高 这个病毒呢 它也是一样的 你给它环境 就非常有利于它的进化 这就是那个世卫组织的专家的担心 但是呢 这世卫组织 它也挡不住全世界呀 现在就形成了一个什么潮流呢 现在又出来了 这种不戴口罩 就成了政治正确 这回王岐山去英国 参加那个女王的战礼 不就是吗 王岐山这个团队呢 因为戴口罩 反而受到了 有些人的攻击 但是呢 戴口罩其实 是一个最有效的一个办法呀 既不伤害别人 对吧 它又不伤害别人 然后又有效的保护 那么现在不是瑞典的那个王后 回去以后确诊了吗 那这件事情好多人就开始惶恐了吧 对不对 可能年轻一点的 身强力壮一点的 可能不太惶恐 就觉得说呢 哎呀 反正现在得了以后呢 症状也很轻 不至于死人 尤其我年轻的 身情力壮的 我不至于死人 我不担心 但是那些年老的呢 体弱的呢 难道不担心吗 对不对 那人家王岐山这一行 因为人家戴了口罩 那人家就不担心 对不对 还有呢 就是你果真就是说 你没有症状 你不会有重症 你不会死亡 真的就无所谓吗 以前的时候呢 就有专家说 感染了新冠病毒啊 说以后美国会出现很多的精神病 还记得吗 以前咱们就说过 说美国呢 将来会出现很多精神病 因为呢 他很多人都得过了嘛 说如果你得了这个新冠病毒以后呢 即便是你没有重症 你甚至连症状都没有 但是呢 对你的这个精神系统呢 是有伤害的 会造成你的精神不正常 将来呢 就会显露出来 有很多人呢 精神就出现问题 所以美国呢 会出现很多的精神病 那么这个说法呢 是在一年前 起码一年前 对吧 有这么一个说法 哎 这两天我看到呢 这个说法又出来了 我又看到 可能是又有新的科学家 可能经过这个研究吧 又提出来了这个论点 说是呢 这个疫情 如果你得了的话呢 很有可能会伤害你的精神系统 将来会得精神病的这种潜在的风险 将来美国可能还会精神病的患者会大幅增加 所以说呀 那些个说无所谓的 我就不戴口罩的那些人呢 我觉得是非常愚蠢的 不管怎么说 他是个病 对不对 他是个病啊 你还别说他是个病的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呀 叫 试药三分毒 就是说我们尽量呢 不要去吃药 包括那些中药 尽量不吃 不要把药当成了食材 试药三分毒 你更何况你现在 你并不是说吃药预防性的 你就是实实在在的去感染这个病毒啊 有意的去得这个病啊 那他的后果是未知的啊 现在 不过呢 我并不是说尽力的想去说服那些 来骂王岐山的那些人 你们那些人呢 你们不想戴口罩 你尽管不戴 你们想得 你尽管去得 赶紧去 赶紧去 千万别戴口罩 往人多的地方去啊 争取早日得了这个病毒 好 以上呢 是我要说的第一方面的内容 第二方面的内容呢 就是关于今天呢台湾爆出来的 台湾爆出来呢 他说是啊 大陆的媒体爆出来的 说大陆的媒体爆出来呢 就是台湾另一个情报系统 说台湾的国安局 政战局 都是台湾八大情报系统的 台湾有八大情报系统 啊 最大的情报系统呢 就是国安局 然后这个政战局呢 也是情报系统 那么前两天 国安局的局长陈明通 他是在七月份的时候呢 就去了泰国 那么前两天的时候 大约是在九月二十二号左右吧 好 台湾呢 就爆出来了 啊 说陈明通在七月份的时候呢 去泰国的那个行程啊 被全部都曝光 那我当时看了一下啊 好像是这个曝光的账号啊 是一个推特账号 是一个用泰语的一个账号啊 看起来呢 可能是一个泰国人 但是呢 也可能不是 这个语言谁都可以用 对不对 他是在九月十二号的时候 就爆出来了 那陈明通 以及他一行是六个人 就到泰国 那么就爆出来 他去泰国呢 包括他入境的时候 咱们不是得刷脸吗 入境的时候 边境局呢 会审查你 对吧 拿着你的护照 问你一些问题 你为什么要来呀 什么的 然后呢 还会给你照相 对不对 那么就他那个入境照啊 被曝光 完了以后呢 他订酒店的那个订单 被曝光 那么他吃饭的 那个饭店呢 被曝光 他去游那个什么河啊 那个被曝光 就是他所有的疫情 所有的这些细节呢 都被曝光 台湾方面呢 在九月二十几号的时候 就前一阵 对吧 大约是上个礼拜的时候 那么他们就在讨论这个 那么我就看到国民党这边呢 他们就开始攻击说呢 哎 你看嘛 你们还是国安局哎 国安局就变成了不安局了 你们连自己的形成这样的情报 你都管不好 你怎么能管得了整个的这些情报呢 是不是 那这些情报还不是都是任意的会被获得吗 那么当时呢 他们国民党这边呢 或者是其他的党那边呢 就攻击他这个民进党啊 说是他们 这可能就是他们的内斗 是谁盯上了国安局局长这个位置啊 为了把陈明通给他推下去 所以搞的这种事情 因为前一阵的时候呢 陈明通啊 他还是个教授呢 那么他的学生呢 他的论文就说他是抄袭 那那件事情呢 虽然说目标是他的学生 也不排除呢 针对的就是陈明通 那么现在陈明通的这些信息曝光以后呢 国民党这边就认为是他们的一个内斗 那我看了那以后啊 我就感觉好像 这会不会是大陆呢 那么台湾的国民党那边呢 他们也说不可能是大陆 因为是用泰语发的 这个东西用什么语发的 真的是不一定 那么上一次等于说 在12号的时候 用泰语就在这个推特里面 发的这个信息 一直都过了10天左右 台湾方面呢 才把这个事才吵起来 那么这一次呢 就是这个政战局啊 政战局 也是他一个情报系统的 政战局的他这个局长 也带着一行呢 也是六个人 这次去的呢 是美国的夏威夷 说到夏威夷呢 进行什么军事方面 还是哪一方面的观摩 应该是军事方面了 那么现在呢 大陆的媒体就爆出来说 台军官名义赴美观摩 实则观光购物花天酒地 然后呢就发出来他的一些资料 这个资料呢 一个就是他这个行程单 这行程单呢就非常具体啊 比如说哈 这一天说9点半到10点 车程是从饭店到珍珠港 10点到11点半 搭乘关艇游珍珠港 11点半到11点45分 珍珠港到购物中心 11点45分到15点30分 请注意啊 这就将近四个小时 说是参观这个outlet outlet就是那种购物中心 是那种直销店啊 厂家直销店啊 用了溜溜半天的时间 去outlet outlet离开以后呢 然后就从这个购物中心呢 就到饭店了 就去吃饭了 还有其他的 每一天都有啊 每一天都有 非常的详细 那么他一行六人 都有谁啊什么的 详细的不得了 还有呢 他们的晚餐的一个菜单也出来了 然后这晚餐呢 他们就说 我天哪 你们到那去啊 还去吃大餐呢 这大餐呢 第一道菜就是百花虾丸 第二道菜是翡翠鱼绒羹 第三道菜是翡翠大肉蟹 第四道菜是风沙鸡 第五道菜是秘制好味谷 第六道菜是五柳斑片 第七道菜是北菇爬菜胆 第八道菜是河香炒饭 第九道菜是精美甜点啊 就公布了他好多的这种详细的 完了以后呢 台湾这边呢 又炸了锅了 他们所担心的呢 就是说这些情报部门 你们的情报就随便就被别人全程掌握 那么他们这个政战局呢 他们说呀 说这就是大陆呢 污蔑啊 说这些内容不实 但是他也说不出来哪一个内容不实 哪一个内容不实呢 刚才我说的那一天呢 就是他呢 就去参观一个这个珍珠港 完了以后呢 就去Outlet 他另外的一天还去Costco 所以你看啊 就是游览嘛 游览珍珠港啊 去购物中心Outlet呀 去Costco啊 然后吃大餐啊 等等等等的这些 所以民众呢 就说你这到底去干什么去了 而且呢 大陆的媒体还爆出来呢 就是说他们吃喝玩乐这些行程呢 全都没有耽误 但是呢 他那个正事啊 说是什么去参访夏威夷州的国民兵 会晤太平洋特战指挥官等等这个哈 行程上有 但是到的时候以后呢 美国的一方官员哈 没来 没来呀 不知道是他这个行程就没安排好啊 还是美国临时有事 反正是呢 就没来 台湾方面呢 也非常的震惊啊 说这都知道啊 也就是说他从头到尾 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在大陆的这个监控之下 说台湾方面以前的时候呢 为了防止中国大陆的间谍啊 就说呢 哎呀 不要用大陆的产品啊 不要用大陆的手机啊 大陆的手机会窃取我们的情报 会窃取你的隐私啊 甚至于连那个扫地机器人都说 不要用那个扫地机器人啊 那个扫地机器人会窃取你的隐私啊 等等等等哈 那么台湾的民众就说了 你们这些情报部门哈 你们难道是用的大陆的手机吗 或者是你们用的大陆的扫地机器人等等吗 啊 到底是怎么搞的 那么这件事情哈 我就认为啊 就是陈明通啊 和这个政战局的他们这一行啊 这些呢 其实还不止这些呢 就是你台湾呢 你干什么 你都是逃不掉大陆对你们的这种监视 大陆就有这个能力监视你的一行一动啊 不是你被不被监视的问题 而是大陆想不想监视你的问题啊 大陆想监视你就监视你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连起来哈 就是这两天 王毅在联合国 王毅22号的时候呢 就做了一个讲话啊 在联合国联大会场以外啊 组织的活动小会场 中国自己组织的 就做了一个讲话 那里面呢 就提到了这个台独 王毅用的词是说呢 破坏力极强的台独 就像旁奔而来的灰犀牛一样 他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 我们坚决要制止他们 坚决要制止他们 怎么制止他们 怎么制止他们 我想呢 陈明通以及政战局的局长 这两个情报 就是告诉他们 就是给他们传递一个信息 如果中国大陆想的话 中国大陆一定可以掌握 你所有的行程 你的保密工作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呢 根本就不管用 你台湾 你所有的这个行踪 对于大陆来说 就全都是透明的 如果大陆想把你这些 台独分子 给你绳之以法的话呢 是完全做得到的 轻了的话呢 就给你抓回去 重了的话呢 就给你定点清徒 这个能力是有的 台湾就觉得说呢 这两件事情呢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就是让台湾的情报部门呢 没有面子 可没有这么简单啊 可没有这么简单 它是有实际意义的 实际意义除了我刚才 所说的以外呢 另外就是 你台湾 你对于情报 你这么无力 对于保密 这么无力的话 那么其他人 是不是就害怕了呀 你像美国 是不是就害怕了呀 我有什么东西 我可以交给你 我可以信任你的 我不是信任 不信任你人品的事 就是你没有这个能力啊 其他的国家也是一样啊 其他的国家 你如果说想跟台湾之间 搞点这个小动作的话 中国大陆是全部都知道的呀 是不是 这可是实在在的 并不是说 只是羞辱一下而已 好 这是我想说的第二方面的内容 那第三方面的内容呢 就是现在让美国特别跳脚的 在联合国里面啊 受欢迎的并不是美国 而是中国呀 那么就在当地时间 9月24号啊 昨天的时候 王毅在联合国上面呢 就发表了讲话 根据这个环球网的报道啊 环球网说呢 在过去的一周 中方连续进行了40多场的双多边的活动 有人说 中方代表团可能是此次联大会议期间最忙碌的代表团之一 我们都知道国际形势越是严峻复杂 国家间特别是大国之间保持沟通和互动就越重要 中国更积极更主动的外交 在实际推动着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对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可以说 中国外交在所有大国中是最具稳定性和延续性的 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 就中方如何回应时代的要求 把握历史的潮流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提出了六点主张 这六点主张呢就是 要和平不要战乱 要发展不要贫困 要开放不要封闭 要合作不要对抗 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公平不要霸凌 就是这六要六不要的主张 这六要六不要呢 在联合国大会上引起来了很多国家呢 强烈的共鸣 说出来了很多国家的共同的心声 很多国家都对号入座 觉得说呢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那同时呢 也有负面的对号入座 美国就说的 哈 你就是指我的 西方国家呢 也说 说你们这就是不点名的攻击美国 你看嘛 对吧 你不点名你美国 你自己忘礼对号入座 那么就是你吗 对不对 说要和平不要战乱 你美国就是战乱的制造者 要发展不要贫困 你美国就给别人制造贫困 要开放不要封闭 要合作不要对抗 你美国就是搞对抗 要团结不要分裂 美国就是搞分裂 要公平不要霸凌 这更是指美国了 那么王毅 这个讲话完了以后呢 王毅下台走出会场的时候 我天哪 好多人围着他 围着他的可并不是那些记者啊 围着他的是各个国家的政要啊 各个国家的代表啊 都在那等着他 我看到有的人呢 就是握个手 然后就走了 有的人呢 可能握手啊 合个影 然后就走了 有的人呢 握手说几句 然后就走了 王毅在联大上面 就俨然是一个明星一样 用现在的话说呢 就是一个顶流明星 大家还记得想当年 周总理啊 他当时在国际舞台上出现的时候呢 完全就是一个焦点 他的人格魅力 已经是被全世界所认可和崇尚 这么多年过去了 周总理已经去世这么多年了 但是呢 仍然是会被有一些人的津津乐道 现在王毅在联合国 俨然就和当年的周恩来一样了 这是为什么呀 我们昨天还说了哈 就王岐山在女王的葬礼 在英国呢 就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 那我就是说呢 王岐山为什么会受到这么高规格的礼遇呢 是因为王岐山本人吗 No 不是 是因为中国呀 是因为中国现在的实力呀 美国为什么那么害怕 美国害怕的就是中国的这个实力 现在呢 又传的沸沸扬扬的是呢 11月份的时候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舒尔茨 前后脚要到中国去拜见习近平 就是现在呢 能见一见习近平 已经是一些国家元首的一个梦想了 为什么呀 我记得前两天好像是谁写了一首歌 还是一首诗啊 还是什么 还是就是一个说法 就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 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中国 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民真的是很幸福 好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